讲一些强势股,汽车一定要提及,尤其是吉利和长汽车,又再飙高 公司层面有些好消息,大家都是充劲新能源车的发展 另外,有一个香港上市的小鹏汽车,上载招股文件 其实会不会都可以进一步推高香港的新能源车呢? 气氛上对他们有些比较大的帮助,因为刚刚你也提及到,好像有比较多相对利好的消息 而且大家看到这些汽车股,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升幅? 最主要源自于说,因为之前中气协将今年的汽车销售的情况似乎上调了 这一下令大家对于这个板块的看法,就会变得比较正硬 而且你真的看到,之前比亚迪出来的死路数据,亦真的相对比较理想 其实这些因素带动了他们的股价做得比较厉害的 还有汽车股,你每次看到他们的股价的表现就是说,差的时间就可以很差的 像吉利和比亚迪这些都可以在之前的时间,跌下去跌得可以很厉害的 但弹幅都可以很快,所以这个你也可以说是这个板块本身的特性 所以你在现阶段有些比较是正面的消息,有没有机会再上升呢? 严格上我觉得机会是比较高的 你可以说这一批板块可能仍然是有些资金去追捧 特别是过去这一段时间,大市好像没有方向那样 你看到一些股份就是说,强的那批就好像,除非突然间是个人转差 如果不然的话仍然能保持得到的,但是差的那批就会差的了 所以你说资金都是聪明钱来的,都是比较上是追捧这些强势的板块 所以就变成了他们的强势,我觉得还有机会可以移动下去的 如果你有货的话,那也可以考虑一下先抓住货 那你说未有货,想高追的,那自己剩下一些指赞和指示位,那问题都不大 再见